現在雙方同意都要等一年 都要等一年 但之前是兩年 單方面要等五年 我不太明白 以前要等五年 等這個概念是甚麼概念 你離婚後兩人都拿了家也好 可能已經分開了住或新開了沒有交往 這個一年或兩年的概念是甚麼 分居那個 其實簡單來說要變回不是夫妻 第一件事 夫妻最常必定會行防 如果在這段期間間有行防 就會斷了分居時間 但除了行防之外 理論上真正的分居 應該是你還你 我還我 包括有沒有同台吃飯 那些衣服是否分開洗 不過對於分開居住 其中另外一樣就是分開居住 或者最少都應該要分床睡 這樣才是分開 因為法庭都明白 香港地小人多 可能有些家庭的情況 未必容許他搬開住 所以但也要分開睡 這個就是分居 這個就是分居 就是分居